小黄瓜,这个看似平凡无奇的蔬菜,其实拥有许多令人惊喜的营养价值和健康益处。 首先,小黄瓜含有高量的水分,约占其总重量的95%。 这使得小黄瓜成为了一种极佳的饱水食品,能够帮助身体补充流失的水分,并促进新陈代谢。 尤其在炎肉的夏季,食用小黄瓜可以有效预防脱水。 大家好,这里是乐活人生100频道。 如果你对生活和健康的相关资讯感到兴趣,记得点赞开启小铃铛和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这样你将不会错过我们每一期的新影片哦。 小黄瓜的健康益处不仅止于此,它还含有多种抗氧化剂如β、胡萝卜素和类黄酮。 这些成分能够帮助减少次游击的产生,从而降低患上慢性疾病的风险。 小黄瓜中的硅元素对于促进皮肤健康尤其重要。 它能够帮助增强皮肤的弹性和光泽。 除了水分,小黄瓜还富含维生素K、维生素C和钾等微量元素。 小黄瓜还含有一种名为黄瓜酸的化合物。 这种特殊的营养素有助于刷新口气和清洁口腔。 黄瓜酸能够杀死口腔中的有害细菌。 减少口腔异味,这对于那些希望保持口气清新的人来说是一个天然的解决方案。 此外,小黄瓜的纤维含量也不容忽视。 它能够帮助促进肠道蠕动,预防便秘并有助于控制体重。 纤维能够增加饱腹感,减少过量食物的摄入。 从而对于减肥和维持理想体重有着积极的作用。 小黄瓜虽然外表普通,但其营养价值却非常丰富。 以下是小黄瓜对人体的益处以及其主要营养成分。 A卡高鲜助减肥。 小黄瓜的热量非常低,一份100克的小黄瓜只有15大卡的热量。 可以说吃再多都不会胖,而且小黄瓜含水量高,对减重也相当有帮助。 充足电解质水分高。 小黄瓜的成分大多是水分,其中也富含了许多的电解质。 因此在夏天或是运动过后,很适合拿来补水。 维生素K帮助补钙。 小黄瓜除了含有钙质外,也富含维生素K,能帮助钙质吸收。 而摄取足够的维生素K,能降低骨折风险。 维持骨骼健康。 葫芦素防癌。 小黄瓜富含了葫芦素,可能有抑制癌细胞增生的效果。 促进心血管健康。 小黄瓜含有大量纤维,特别是表皮到含量更多。 另外,提高钾的摄取量能够避免高血压。 对心脏健康也相当有帮助。 降血糖预防糖尿病。 小黄瓜能够帮助预防糖尿病。 小黄瓜是低GI生糖指数食物。 热量低又富含营养素。 抗发炎防晒伤消水肿。 小黄瓜有抗发炎的效果。 因此直接将小黄瓜片附在皮肤上。 有冰凉和舒缓的效果,能降低红肿痒等发炎症状。 也能减轻晒伤的症状。 大量纤维帮助排便。 小黄瓜含有大量水分,而且含有大量纤维。 其中的可溶性纤维果胶能促进肠胃蠕动。 帮助人们规律排便,维护肠道健康。 在饮食方面,小黄瓜的应用也是多种多样。 它可以生吃,也可以做成凉拌菜。 沙拉或是作为热菜的配料。 小黄瓜的清爽口感和低热量特性,使其成为了减肥饮食中的常客。 此外,小黄瓜还可以用来制作果汁或是冰沙,为夏日带来一丝清凉。 减肥的人特别推荐小黄瓜是因为它具有以下五项好处。 一,高含水量、低肉量。 小黄瓜含有超过95%的水分。 每100克的小黄瓜热量只有约15卡。 因此多吃,不仅能增加饱足感,也不用担心摄取过多卡路里。 二,富含膳食纤维。 小黄瓜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,可以帮助维持肠道健康,促进肠道蠕动,并有助于提供饱足感。 三,含有灵芝酶,小黄瓜中的灵芝酶,可以帮助促进体内的新陈代谢,分解脂肪。 四,富含钾,小黄瓜中含有丰富的钾,具有利尿及调整血压的功效,因此能够有效消除水肿。 五,饱足感,由于小黄瓜需要咀嚼,饭前若是先吃小黄瓜就会让血糖平稳。 容易有饱足感,也会减少之后进食的分量,达到结食的效果。 小黄瓜减肥法对于某些人群可能不适用,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。 腹泻的人,小黄瓜含有大量水分,对于改善便秘有所帮助。 但是,如果本身有腹泻的状况,再吃下小黄瓜可能会加重腹泻的症状。 含粮体质的人,小黄瓜属于较粮性的蔬菜,本身体质偏粮的人如果再吃小黄瓜会使身体粮上加粮,使肠胃机能变差,且容易手脚冰冷。 消化吸收力不好的人,由于小黄瓜很沥水,加上本身水分和纤维比较多,会影响其他营养素吸收。 因此,消化吸收力差,容易腹泻的人就不适合。 总之,小黄瓜是一种营养丰富多功能的蔬菜,适合各个年龄层的人群,各种饮食需求和健康目标。 无论是作为沙拉的一部分,还是作为凉拌菜,甚至是作为健康零食,小黄瓜都是一个优秀的选择。 因此,下次当你在超市的蔬菜区选购时,不妨多带几条小黄瓜回家,为你和你的家人的健康加分。 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,如果您喜欢今天这个主题,记得点赞和订阅,与我一同探索更多关于美食和健康的精彩内容。